美国国务院8月32星期一宣布悬赏最多达500万美元 以获取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张健被捕和或者被定罪的信息 国务院发言人说张健是跨国反略团伙张氏贩毒组织的一个关键头目 提供指向他所在位置的信息也可获得这一奖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2013年至2016年间在张担任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期间 张健的犯罪组织向美国输入和分发受管制物质及其类似物 导致北达克达州、俄勒岗州、北卡罗兰纳州和新泽西州的四名美国人 用药过量死亡并给其他五名美国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这位发言人说张在2018年1月与其他几名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公民一道 在北达克达州受到指控 罪名包括贩运毒品 贩运违法药品导致美国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 违反有关持续犯罪集团的法律以及国际洗钱 署名美国公民已被定罪并被判处20年至终身监禁 2018年4月 特朗普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宣布 根据外国毒销认定法 中国公民张健被认定为重大外国毒品贩运者 司法部同时宣布起诉另外四名中国公民 他们被控为张健的贩毒链清洗资金 根据司法部当时宣布的消息 受到指控的四名张健同伙分别是储纳、储业游、刘翠英以及张克平 他们被控通过使用金融服务机构洗钱 来为张健和他的工资运转贩毒资金 张健在2017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他被控通过互联网向美国的毒贩和个人销售分泰尼和类分泰尼物质 再通过邮件将这些非法药品输入美国 在特朗普总统任内 中国曾承诺采取行动 打击走私犯把分泰类物质预出到美国 2019年11月 中国一家法院对9名向美国走私分泰尼的毒贩判刑 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在8月2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在遏制向美国贩运阿片类药物分泰尼方面的合作软弱无力 阻碍美国打击越来越复杂的分泰尼贩运的努力 报告表示 尽管中国2019年禁止了分泰尼和类似变异药物 但是中国应就是非法分泰尼及其分泰尼有关药物 走私进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地 今年1月 美国司法部判处一名在中国的一家化学和制药公司 担任高管职位的中国公民28个月的监禁 罪名涉及毒品和洗钱 包括向新泽西输入分泰尼被私物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 自1986年以来 根据国务院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和麻醉品悬赏项目 超过75名跨国犯罪分子和主要毒品走私犯被绳之以法 期间为止 美国国务院已经支付了超过1.35亿美元的赏金 若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